3月8號婦女節 也被人稱為女神節 基隆市議會議長童子偉 特地在基隆市議會開議前 製正基隆有名的創生商家產品 幼家麻糬的草莓麻糬 給準備質詢的女性市議員 好 謝謝 謝謝我 好棒喔 謝謝 女神節快樂 好 謝謝議長 男神 謝謝 女神節快樂 來 看著魚油酸 謝謝 這麼美 OK 好 以及備詢的市政府女性官員 謝謝 最貼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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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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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謝謝 謝謝 這是為我們在地青年創生 幼家麻糬 草莓 謝謝 我也有啦 我也有啦 和在現場採訪的女記者們 好 親節 好 親節 好 親節 感謝女性朋友在家庭 以及職場工作上的付出和辛勞 向這群女神們致敬 好 今天是這個女神節 那也適逢我們剛好臨時會的審查會期間 所以我們特別準備了在地青年創生的幼家麻糬 給我們現場所有的女性記者 女性議員還有女性的官員 然後來慰勞大家的辛勞 那我們幼家麻糬是青年創生非常成功的一個品牌 也從委託行出發 那我想我們會盡力的輔導 每一個在我們在地青年創業的好朋友們 讓我們的女性議員跟官員還有記者 都可以感受到我們議會的溫暖 那我們會努力來打造性別友善的一個環境 童子偉強調市議會會持續提升女性同仁的福利 打造性別友善的全民議會 關注全市女性福祉 因為子偉相信沒有你們就沒有今天的市議會 今天的基隆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